纳吉的SRC2700万洗黑钱案 是不是9月份就会被无罪释放呢? 纳吉是不是9月就能够重获自由了呢?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哈喽大家好,我是Kalbin 我们看新闻绝对不能够只是看标题 不去读内文 不然你会发现这个很容易得到错误的资讯 那先简单解释为什么我刚刚说 即使到了9月份最坏的结果就是纳吉的2700万案件被宣判无罪释放 纳吉依然需要坐牢 原因是因为SRC案件它有两个不同的控状 之前纳吉被判入狱12年的SRC控状 是4200万的滥用公款案 那现在2700万是洗黑钱案 所以它是两个不同的控状 纳吉之前4200万的滥用公款案已经是尘埃落定 已经是板上定定 不会有任何变数的情况 除非最高元首特色它 不然就算它其他案件全部被宣判无罪释放 它依然要为了那4200万的滥用公款案继续坐牢 OK解释清楚了过后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为什么今天会闹到如此地步 为什么会有9月份这个SRC2700万的洗黑钱案可能会被宣判无罪释放 或者是DNAA也就是释放不等于无罪呢 原因就是因为控方也就是总检察署迟迟没有办法决定 要不要针对纳吉提交的陈请信要求控方要撤销控状 这一件事情控方迟迟没有办法下定论给纳吉一个回复 纳吉的律师去年8月份就已经提交了这一封陈请信要求撤销控状 可是直到今天过堂的这一天 控方依然没有办法决定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 因此纳吉的律师看到控方这样子的态度过后 他就跟法院申请 既然控方这样模拟两可的态度 证明了他们是根本没有足够的这个证据继续提高纳吉的 这是第一点论述 第二点是控方拖了这么久的这一个案件对纳吉很不公平 这一个案件拖了6年 所以呢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控方应该要撤销这个控状了 纳吉的律师就跟这个法院申请 要求法院呢 要么给纳吉DNA 要么直接无罪释放 而法庭最终的裁决也是觉得如果9月份 这一个控方总检察署还没有办法给出正面的回应的话 那么纳吉的代表律师就可以为纳吉申请这一个无罪释放 OK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 为什么9月份才有答案 就是控方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考虑纳吉撤销控状的这一个请求 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控方需要这么多的时间呢 那我不是这个律师团队里面的人 我觉得有几种情况是有可能性的 第一种可能性就是 他们当初提高纳吉的时候 证据其实是没有那么足够的 所以呢到了现在呢就要一拖再拖 那拖到就是纳吉的这一个律师呢都已经顶不顺 就连法院都开始有一点不耐烦的 所以才允许这个纳吉的代表律师在9月份 如果还没有任何进展的话 允许他们申请无罪释放 这是第一点 他们当初提高纳吉的时候 可能证据就不太够 或者是不够齐全 第二就是可能 这个控方就是一直在拖 那之前也不是没有试过的 他们就是拖拖拖 拖到最后竟然忘记去提交文件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的事情了 所以控方本身一定是有问题的 那到底是什么问题 是因为行政效率的问题 还是因为有其他的因素 我们不得而知 也不能够善加揣测 当然方间可以有很多的这个传言 但是我要为我讲的话负责论 我不知道的事情 我就说我不知道 我只能够给几种可能性大家 也有第三种可能性就是 有政治上面的干预 但是目前我们没有想往那一个方向去想 因为那里是有一点阴暗面的 所以我给了大家这三个可能性过后 大家自己做出判断 到底你觉得哪一个可能性比较大 只有三种可能性 第一就是提高纳吉的时候 争据其实是不足的 第二就是控方自己效率的问题 导致一拖再拖 第三就是有政治上面的这个施压 有政治上面的干预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我们下期见 拜拜